大家好,今天是2022年的2月21号,星期一,这一天呢,上面指数波动也不大,今天是周一,下跌0.15%,百分比是0.00%,这今天还有意思啊,下跌了0.00%,百分之一的不错啊, 今天是横盘的一天,然后呢,之前的走的比较弱,跟上周五一样,尾市的最后一个小时,今天四个小时,最后一个小时,上涨,挡到了0.00%,百分之下跌了,下跌,然后呢,个股是分化,上涨加速和下跌加速比,还是比较不错的,个股呢,要给大盘活跃,大盘呢,全天呈现巨齿状, 全天呈现出巨齿状,这巨齿状呢,你就发现这盘口的连续性不好,如果连续性好的,它的盘口是非常流畅的,目前来看呢,就是连续性不好,才会呈现出巨齿状,我们再看文档的第一张图啊,文档的第一张图,上面指数日线, 对,这张图呢,说了几点啊,第一个呢,震荡的通道,多个高点的连线和多个低点的连线形成的通道,它对于震荡,有一个量化的标准,只要在这个通道范围之内,它就是属于震荡了, 但它不会永远都在这个通道之内,它会脱离,它会脱离, 可是未来呢,我上次说了,通道的上轨,已经三次触及,当第四次触及的时候,突破的战略就要打, 通道的下轨,目前还没触及啊,如果第三次触及,它吓破,这个通道的战略也比较大, 但是没有确实的打,好吧,目前来讲,还在通道范围之内,通道范围之内,我们就判断它是震荡, 在震荡期间,趋势容易反复挨打,所以我们保留了四成仓, 那去年呢,其实做的最大的微调就是保留了四成仓,那四成仓就不用挨打, 这是一个,对于震荡期间里啊,这是最大的一种保护方式的, 那么一旦脱离这个震荡期间,这四成仓就不再,就不再作为微调的标准, 不管是向下脱离,还是向上脱离,能理解的答应, 好,所以我们继续啊,我们继续,这是这张图的第一个啊,要观察的点, 第二个呢就是,这个短期趋势,大家看那个短期趋势,它是不断向下的,看到没有, 所以呢,价格就算是横在这啊,横在这,它要将来有一天也有可能是突破短期趋势, 目前价格距离突破短期趋势又比较近,价格距离突破短期趋势又比较近, 所以,近期观察的重点,就是短期趋势,也就是说有观察趋势, 今天本来60分钟线,是吧,开始收盘的时候,大家也说啊, 出现序列高6,其他的90分钟,120分钟日线都没有序列, 60分钟有一个序列,60分钟还是这样,序列高9,平分第二了, 高分序列,结果到收盘的集合定价期间,最后一笔,60分钟序列重抬了, 也序列了,是吧,所以这里呢,既没有序列,也没有结果, 你只能看趋势啊,所以近期观察的重点,那就是趋势,好吧, 其他的都不能看,其他的都不能看了, 所以第二个,日线那张图要观察的就是,近期会不会突破趋势, 但是突破趋势并不代表一定是强势啊,不代表一定是强势, 但是我们可能还会按规则执行,就是,这个突破趋势呢, 他不见得这个一定是真的突破,有可能是假突破, 但问题是我们不去判断他是真突破还是假突破, 我们不去判断,如果他突破了,我们就视为了突破,对吧, 既然有量化标准吧,他突破了我们就买入,如果他是假突破, 大不了我们再拍出,好吧,今天要说的第二件事, 日线要观察这个趋势,好吧,日线要观察这个趋势, 第三件事,假如我们设定,9月份的起点为1浪, 然后,11月份到12月份为2浪,12月份到年前为3浪, 目前为4,1浪起点到3浪中点的距离, 91根线,穿速应该调整为7,51和7, 他距离穿零轴还有很大,很大的空间, 这个呢是日线的四浪的划分, 因为春节之前的这一波下跌特别的猛, 所以呢他应该是某一个周期的阻碟, 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十分肯定的去判断它是日线级别的注定, 所以日线的这个浪行的划分只是浪行的其中的, 划分的其中的一种, 那么假如说从日线来看的就是9月份为高点, 一浪起点,目前为4, 那么参数应该调整为7,51和7, 一浪起点到3浪中点的k线总数是91根线, 91推移60乘以5等于7, 91推移60乘以34,51, 上翻零轴的时候四浪反弹结束, 出现五浪, 这是第一种啊就是日线的四浪划分的方式, 我们再看一下120分钟线, 120分钟线呢就是以12月份为高点进行四浪划分, 一浪下跌, 二浪反弹, 然后把这个三浪直接延伸到这, 一浪起点到三浪中点的k线数是67, 67根, 67根啊, 那么它的参数应该调整成5, 38和5, 它这个值啊, 67除以60再乘以5应该是5.6几啊, 然后呢那个是37.9, 37.9你可以直接约等约等于38, 但是5.6呢不取6, 不是45过啊取5, 所以参数应该是538和5, 调完参数之后可注意的是啊, 第二次值已经是负的1.42了, 那明天上午第一个周期大概率穿轴, 假如这是120分钟的四, 到明天上午应该四浪反弹结束, 这穿轴应该是下跌的, 如果明天上午穿轴不跌继续上升, 排除120分钟, 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日线的这个四, 这是今天说的重点, 能理解的答应, 好的啊, 能理解的答案, 好了, 我们再看90分钟, 90分钟, 序列并没有失效, 对啊, 序列并没有失效, 电话结构这个参数不要改啊, 现在解构的参数就要用标准参数, 12, 26和9, 90分钟没有失效啊, 最后一笔是吧, 低颗电价导致它没有失效, 今天的收盘是3490.61, 3490.61, 那么这个, 就今天的收盘, 这个收盘区列10啊, 收盘3490.76, 现在那是61, 差了0.15, 但是量化标准的就是量化标准, 量化标准的就是量化标准, 这打二的人还挺多啊, 看看多不多啊, 多的话我再重点啊, 呃, 我简单点讲吧, 我就不复杂的讲了, 这个浪行呢, 我们可以看作是, 从9月份开始的日线的三浪, 下跌, 因为年前那波速度是极快的, 跌速是很快的嘛, 它应该是处于某一个浪行的主跌时期, 只有三浪浪行是主跌时期, 那么这个三浪到底是日线的三浪, 还是120分钟线的三浪, 它们的浪行划分是不一样的, 日线的划分是从9月份开始的一浪, 120分钟线是从12月份开始的一浪, 那么对于四浪的反弹的定义, 它的参数是不一样的, 日线它一浪起点到三浪中点, 91个线, 91个交易日, 120分钟一浪起点到三浪中点是67个120分钟, 所以它们的参数是不一样的,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参数的设置, 可是从时间轴的角度来讲, 它会先经过120分钟, 再经过日线, 我当时给大家看了, 日线还看一大截, 短期之内根本就不会穿轴, 但是120分钟不一样, 120分钟明天上午就会穿轴, 可能明天一开盘就穿轴, 所以我们有否定的方法, 更排除法, 如果120分钟明天上午穿轴, 从明天下午开始下跌, 走120分钟的五浪下跌, 那就是判断120分钟的12345倍, 假如说明天上午三周, 明天下午不跌, 后天还会继续放心咯, 甚至突破了短期趋势, 那就直接判断是日线的自浪, 好吧, 我给你解释了一遍, 刚才打二的, 能理解的打一, 不能理解的, 继续打二, 我瞅瞅, 我瞅瞅, 你刚才打一的就不用再打了, 因为你已经理解了, 那会我不再讲了, 我认为你这个事已经讲得很清楚了, 那你要还不理解, 我也没有办法了, 是吧, 我没有办法了, 到明天上午再说了, 好了, 我们接着讲的90分钟线, 我们接着讲的90分钟线, 90分钟线的这个, 这个90分钟线还没有失效, 还没有失效, 所以现在90分钟线但是速度很慢了, 是现在讲到这, 是吧, 那现在的速度呢, 你用眼睛就能看出来这个速度怎么慢, 用眼睛就能看出来啊, 速度是慢的, 还有反应没有图了, 没图的你不看聊天室内容吗, 文字课内容吗, 换了浏览器, 很多都好了, 没图是什么人能听到我的声音啊, 是不是能听到我的声音啊, 请更换浏览器, 打开, 请更换浏览器, 别用IE的浏览器了, 用360浏览器, 好不好, 这个咱们在这个教室里人说过多次了, 你说你也不看, 也不听, 天天就说没图, 没图, 没图, 然后又不听怎么解决, 这个速度呢, 我们说90分钟, 这个速度是一目了然的速度, 所以一目了然的速度温, 它其实不像是这个主声机构, 主声节构, 主声节构一般是这样的, 我给大家画一下, 一浪可能跟上次差不多, 但是二浪很反卖, 这样, 三浪立了我这上去, 那你看, 渠长走出来的, 跟我画出来的, 有本质区别啊, 有本质区别啊, 那三浪一浪的速度快能, 就代表三浪是主声, 后面还有四头五呢, 我们把它倒过来, 把它反过来, 那不就是说, 吞劫之前那个三浪是主跌吗, 后面大概率还有四头五呀, 我们今天有讲的这个四浪, 怎么判断嘛, 这些都是有一致性的呀, 好吧, 没有图的能不能换浏览器, 你换个浏览器, 不要用IE, 你用360试一试, 你老说没有图解决不了,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有图的, 是你电脑浏览器的问题, 能理解了不? 90分钟没图, 也是浏览器可能切不过来, 好, 能看到90分钟的图了, 刚才我120分钟图的, 打一, 看到了打二, 你看, 大家看, 这都能看得到, 你说你看不到的话, 你说我怎么帮你解决, 别人能看到, 而且大多数人都能看到, 你说你看不到, 我怎么帮你解决, 我只能告诉你, 就下一个浏览器, 技术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, 对不对, 你又不下, 你天天在这说看不着, 这个就奇怪了, 是吧, 为什么有人看得到, 有人看不到呢, 我这样, 我让技术部查一下, 好吧, 只能看见日线图, 我们先往下讲, 先往下讲, 6分钟键, 6分钟键本来是出现序列6, 对吧, 最后一笔记和定价了, 直接就, 第一了, 第一了, 不是高6了, 第一了, 所以呢, 这个60分钟现在的序列重彩了, 也没有序列, 也没有结构, 如果啊, 如果不是最后一笔记和定价跌下来了, 60分钟如果是高6的话, 明天出9的概率很大, 那么明天出9呢, 是下午的2点, 上午呢, 又穿轴, 所以呢, 这两个60分钟的序列高点, 你看60分钟还是高分啊, 第二高分, 60分钟的序列高9形成的高点, 和120分钟穿轴形成的高点, 就在同一周期了, 所以明天中午的这高点的概率就比较大, 但是呢, 这个高点的判断呢, 不是规则上的高点, 只能说是小高点, 不规则, 好吧, 所以今天呢, 我们讲的日线, 第80分钟, 90分钟和60分钟, 回头我让记录部查一下吧, 我原来以为就看不到图了, 应该是少数, 看来还不少啊, 回头我让记录部查一下, 好吧, 行了, 行了, 不多讲了, 不多讲了, 我今天有点事啊, 我就提前就下课了, 好吧, 然后, 主要讲的内容, 四个周期我也都讲完了, 谢谢大家, 咱们明天再见,